尤嘎恰恰 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 录制的有间疗愈室 乔书家恰恰恰 我是你的书家疗愈师恰恰 在节目里 我会和你分享 本月图书馆主题书籍有关的 瑜伽观点 疗愈动作 还有瑜伽小学堂 请跟着我一起吵瑜伽 上集我们分享了 施婆神太太其中一个化身 卡丽女神 受到了读者的回馈说 她最近啊 她有一些状况 血压有点高低起伏 那有跟着阴档一起来练 施吼式 跟着做的确有感受到了 压力被释放 感觉很不错 那真是替她开心 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今天会来分享 施婆神太太其他的化身 她是印度神话传奇的 都嘎女神 印度女神都嘎 她的形象是极为华丽 跟上次黑漆漆的黑加利女神 完全不同 但都是让人很印象深刻 都嘎女神 她代表了母亲的爱 和战士的勇气 都嘎女神 她是位爵士的美人 她的脸上 绽放着自信的微笑 她的身材 阿罗多姿 体态非常的优美 完全展现出 女性的柔美和力量的结合 拥有多臂的独感女神 通常被描绘有多达十多只的手臂 每只手臂都有着不同的武器和神器 象征着她是非常的有力和多样性 看到独感女神的画像 就会被她耀眼夺目金光闪闪的图给吸引 散发出金色光芒的她 被称为一千太阳之女 这种耀眼的光芒 代表着她的神性和光荣 多嘎女神 坐骑是一只狮子 有时候也是老虎 那她坐在这上面 代表象征着勇气 力量和霸气 她的坐骑是非常凶猛的猛兽 那也可以帮助她战胜所有的邪恶 在十月满月的夜晚 这是她很特别的时刻 是上集分享 当她变身成卡丽女神 击败了阿修罗胜利的日子 因此这也是印度很重要的活动的祭典之一 接下来我们会分享 独感女神她的故事 在古老的印度 有一位强大的牛魔王 这位牛魔王 她得到了神仙的祝福 于是她的力大无比 让她变得几乎百战百胜 她开始侵略了天堂 地球地狱 她严重了剥削所有的神志和人民 让大家造成了威胁 并肆虐了整个宇宙 时整个宇宙处在困境当中 神志们感受到无能为力 无法忍受这种邪恶统治的神志和人类 开始去请求守护神匹师奴 和其他神志的协助 像他们述说 牛魔王的胡作非为 像是掠夺财产 把众神当作仆人驱使 让众神无时无刻处在恐惧之中 那让他们不敢违抗牛魔王的命令 甚至把众神们的妻子女儿 当成女仆在使唤 在聆听这种哀述后 匹师奴和施婆神 跟所有的婆罗们 及印度的所有神志 讨讨论后 这些神志都决定奉献了一些自己的力量和特征 来结合成一位无与伦比的女神 一起来对抗牛魔王 施婆神的火焰成了女神的面孔 严挪的力量变成了她的头发 匹师奴的威力造就了她的双手 月神成了她的胸脯 因陀罗的力量嘘含她的腰部 婆罗那强大威力注入了她的双脚 大地女神成就了她的双腿 苏黎也给她了脚跟 梵天创造了她的牙齿 阿奇妮成为她的眼睛 众神开始成为了她的眼睛 眉毛、鼻子 于是这位伟大的女神就这么了形成了 她的威力超过所有的天神和阿修罗 于是一个强大的 都嘎女神就出现诞生了 她的外形优美而威严 她手上握着 是婆身给她的三尺叉 手臂上一样拿着 匹师奴给的铁柄 还有镖枪、弓跟满满的箭带 以及金刚杵、令牌、锁套、项圈等等 她还有众神给的斧头啊 像项链啊、戒指 她的眼睛闪烁着 智慧和决心强烈的光芒 象征着女性的力量跟勇气 最后喜马拉雅三神还送她了一头石狮子当作坐骑 于是当都嘎女神出现后 引起了宇宙的震动 女神坐在狮子上 决定出战了 与牛魔王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 牛魔王派着成千上万的阿修罗 有的乘车、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骑下 用剑、斧头、棒锤、镖枪 向杜嘎女神进攻 但伟大的杜嘎女神好不在乎 像玩闹似的就躲开了敌人的攻击 她不慌不忙的挥动着武器 消灭了无数的阿修罗 当女神的坐骑狮子 棕毛竖起时 冲上了阿修罗的军队当中 仿佛如神灵大火的火焰一样 女神呼了口气 就立刻变成了数百位很威严的武士 跟着她一起战斗 女神用了她自己的剑 砍杀了所有的长大阿修罗 用棒锤、镖枪、剑打死了许多的敌人 甚至用锁套套着他们在地上拖行 于是这场战斗就持续了九天九夜 其中 杜嘎女神使用她无限的力量跟智慧 改变了战术 打算击败牛魔王 在女神的重击之下 成千上万的阿修罗一翼倒地 一命呜呼 女神杀死了牛魔王的许多将领 阿修罗军队也一败涂地如鸟收散 最终 在第十天的晨曦中 牛魔王奔向了女神的坐骑 她的体子踏了地洞山摇 尾巴脚的海卷巨浪 仿佛是可怕的暴风 卷起连天波涛 她的牛角直插云天 她一呼气山岩崩塌 女神向牛魔王抛出锁套 并紧紧地拽住她 可是牛魔王却立刻金蝉脱壳 抛弃了水牛的身躯 变成了狮子 女神挥动了剑 砍下了狮子头 但就在这个瞬间 牛魔王又变成了人形 一手握着令牌 一手持着盾牌 杜噶女神一见就射中了牛魔王变成的人 但牛魔王又立刻变成了一头巨像 吼叫着并挥动着橡笔朝女神 以她的坐骑冲击过来 女神又立刻拿起了斧头砍下了橡笔 牛魔王又马上回复成了水牛的原形 用脚掀土将大山和巨岩向女神抛去 愤怒的女神眼睛立刻变红了 像火焰一样在燃烧 这时女神纵身一跳 深藤云端 她从上往下攻击了牛魔王 她用脚踩着水牛的头 用镖枪刺伤了她的身子 牛魔王这时为了死里逃生 想变成新的形象 但变了一半刚从牛嘴里跑出来时 就被杜嘎女神用她的长矛 刺穿了牛魔王的心脏 将她击败并消灭她的邪恶力量 于是宇宙终于回复了和平 牛魔王倒地在地上断了气 这时天神们兴高采烈 所有的神志跟人民都对杜嘎女神的力量和毅力深感敬佩 纷纷赠送伟大的女神 并为她高歌起舞 向她鞠躬 她对于鞠躬在面前的天上居民说 如果以后你们遇到任何的困难 就呼唤我吧 我会来帮助你们的 这样一说完 女神就消失不见了 杜嘎女神的故事就暂时到这里 然而我们来分享一下杜嘎 她的原本字译是难以抵抗者 因此许多中国古老的书籍 还给她一个十分贴切的译名 就是南静之母 非常难以亲近 那像刚刚的故事中 牛魔王他非常的厉害 可以不断的变化自己 成为战斗时的形象 来击退对阵的众神 也有说他会变成难以抵挡的蛮牛 据说这应该就是 西游记牛魔王形象的参考 我们可以从刚刚印度 杜嘎女神的形象和故事当中学习到 虽然杜嘎女神是一位女战神 但杜嘎女神也表现出 充满了一种女人独特的韵味 以柔克刚 力量跟柔软 是内外在完美的平衡 这也提醒到我们在瑜伽练习中 不断要锻炼自己身体的力量 也还要培养内在的柔软和和谐 就回到本月图书馆主题书单 想杀的孩子 如果朱妍能够找到自己内外在的平衡 或许他一切就不会失衡了 再来杜嘎女神 他的毅力 坚持的力量 使他能够克服强大的敌人 他不断的战斗 没有放弃 最终获得了胜利 再回到我们本月书单当中 或者是瑜伽的实践 都是同样可以适用的 我们在练习 都是需要持之以恒 他才可以克服我们身体 跟心灵上的挑战 就像我们生活中 也需要很多的毅力 坚持来克服种种困难 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再来尽管 杜嘎女神 她面对强大敌人 她的脸部表情 一样是保持平和和和谐 这提醒 如果像本月主题书单 两个女孩 她们彼此之间 有些情感纠葛 如果都可以好好去面对 所有背后 都是因为爱匮乏而 所带来的不安全感造成 才会产生过多依赖 与控制 及被控制的恐怖不平衡出现 那我们可以在瑜伽 和冥想当中 找到这些内在的平衡 可以好好能有勇气的 来面对这些匮乏 以及所有的生活中的压力 及挑战 再来 杜嘎被称为母亲 她的形象 彰显了无条件的爱和关怀 那也像我们本月主题书单 如果朱颜的妈妈 可以透过瑜伽来实现 学习对自己和对小孩 及他人 是充满着爱和关怀 来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那这个社会会是越来越平衡的 接下来 杜嘎女神 她是所有的众神能量的集结合体 这强调了很多的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那也回归到我们本月书单 如果有人可以鼓励他们一起合作 带着他们互相支持 共同实现 那或许这是我们这个印度故事 背后所想传达的寓意 杜嘎女神 她的使命 她是善良保护 来对抗邪恶 这教导着我们在面对不公平啊 或者是不道的事件时 要可以勇敢的站出来 追逐争议 象征着保护啊 力量啊 和母爱 她的形象在印度文化当中 十分受到尊敬 所以持续鼓舞着他人在面对困难时 要可以勇敢的站出来 或者是追求正义 最重要的是 杜嘎女神提醒我们瑜伽 不仅仅是只有身体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 内在的修行 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去实现平衡 以及力量和和谐 这背后的故事 可以作为很好的启示 来让我们去了解 过往的这些哲学 如何是带入到现在生活当中 杜嘎女神的形象 也可以成为很好的灵感激发 让我们知道 要追求更好的目标 也要克服所有的困难 并展现内外在的毅力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瑜伽提味法 我们要先来到 站姿前弯的变化室 先来到站立的姿势 先把我们的双脚打开与臀通宽 那吐气时 慢慢的让你的上半身往前 向下来到前弯 尽可能靠近地板 接下来我们要让手指头 来到地板上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膝盖尾弯 可以的话 让手指头尽可能往后走 靠近脚趾头对齐的方向 在这里先保持平衡 如果可以 才慢慢将你的臀提高 让双腿伸直 还可以的话 我们保持停留在这里 等一下的动作 我们会有一些些平衡 力量跟柔软度的练习 准备好之后 保持手指头还在地板 不要离开 吸气让你的脊椎往前延伸 想象上半身尽量是挺直 背部向上提高 感觉像来到臀的高度 去感受头顶 耳朵 肩膀 臀都是保持一样的高度 会是跟地板是平行的 但手还在地板 脸面像地板之后 慢慢的来到 像抬腿的动作一样 保持你的左脚踩稳之后 慢慢的将你的右腿 直腿试试看 往后向上提高 离开地板 所以你的右腿啊 会慢慢的往后向上 像始终一样 慢慢的离开你的左脚 如果可以 我们会是像空桌劈腿一样 要尽量的往上提高 先保持停留在这里 我们先去感受到 你身体是不是稳的 一样要保持上半身 是拎高的 如果可以保持 让你的左腿稳定后 慢慢将你的右腿 持续的再往后向上提高 你的右脚脚跟 会跟腿一样的高度 在这里保持平衡 如果会不稳 你的双手可以 往前走一点点 如果可以 手还是保持在这里 小心不要摔倒咯 如果还可以 再来第三个步骤 才慢慢将你的右腿 再往上提高 记得保持平衡 我们会让你的右腿 慢慢的再向上 来到天空的方向 保持左脚踩稳 如果你还可以停在这第三个步骤 你就停留在这里 不稳 慢慢就将你的右脚往后 向下一点点来到第二个步骤 如果还可以 我们要来到第四个步骤 才慢慢的将上半身 向下一点点 就像站姿前弯一样 非常靠近你的右腿 那在这里 你要去找到自己很多的力量 平衡以及柔软度 如果不稳 不要向下太多 小心随时会倒来倒去 尽可能保持桌脚才好 如果可以上半身 有往下很多 再试试看 将你的右腿 再向上提高 我们停留在这里 深呼吸 保持停留在这里 如果还想挑战 等一下会很困难 来到第五个步骤 你可以试试看 让你的右脚 去抓到你下方 左脚脚踝 给自己更多的力量 以及平衡 在这里深呼吸 如果有需要手 随时解开 或右脚直接踩下来 好慢慢的吐气时 右手再回来之后 右脚慢慢踩下来 去找到手指头跟脚指头 对齐的位置 我们要再换边了 一样先来到站姿前 弯将你的脚指头对齐好 双手往后 尽可能对齐脚指头 一样有需要 膝盖尾弯 保持稳定 如果可以 臀才慢慢的向上提高 等一下右脚踩好 要保持稳定哦 不急 准备好之后 一样手指头还在地板 吸气急着向上延伸 尽量让你的背部延伸 感觉来到臀的高度 但手保持不动 脸一样面向地板 会比较好平衡 如果准备好之后 开始慢慢将你的左腿 直腿往后向上提高 我们等一下一样 像空中劈腿一样 只要你可以稳定 左脚就再慢慢的向上 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将我们的左脚 提高试试看 来到臀的高度 如果你做不到 我们就会来一点点没关系 重点是平衡以及力量 那如果还可以 第三个阶段 再慢慢的将你的左脚 再提高更多哦 像劈腿的角度一样 超过守时度 第四个步骤 如果你还可以稳 才慢慢的上半身 像前弯一样 让上半身 慢慢的贴近右腿 让你的左腿往后向上提高 记得一样找到你内在的力量 以及平衡以及柔软度 如果不稳 随时回到上一组 稳定好之后 你还可以想要挑战的同学 最后才慢慢的将你的左手 去抓到右脚脚踝 给更多力量 预计前弯的感受 停留在这里深呼吸 如果有需要 随时将手解开哦 再一个深呼吸 慢慢的手放松 脚放松 先停留一下下 找到你的呼吸 双手才慢慢的扶腰 准备好之后 有控制 上半身慢慢带起来 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 Yeah 瑜伽小学堂 恰恰恰 老师我刚刚听那个 站姿前弯的变化型啊 我在想啊 我的小腹有点大耶 这样子我脸会不会喘不过气啊 应该是不用担心 就是不要往前向下太多就好 对那这样 不要向下太多 也可以保持我们平衡 那主要是试试看 让你的后腿 它是自己可以找到力量 往后上上抬高比较重要 那上半身有没有下去 其实倒还好耶 那在呼吸的部分呢 呼吸要是鼻子深吸 鼻子深吐啊 那老师我们有收到一个读者啊 他就是想要问 关于上一集 施吼式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施吼式下巴要往上抬 或者是围抬高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之前是有一个鼻炎癌接受过治疗 然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那他在做的时候啊 有时候脸会麻麻的 是为什么呢 首先下巴 其实抬高的角度都要看 我们现在每个人颈椎的活动度有关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低头足 所以只要找到你觉得可以往上提起的感受就好 主要是下巴提高是要让你的胸可以往上挺 然后稍微去拉长你的喉咙 所以只要你的胸有一个往上打开的感受 跟你的喉咙 它是有被延伸的感受就好了 那第二个部分 脸麻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那如果是一般同学做这个脸麻 是因为他其实当你的舌头吐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些声音 同时会去做一些震动 所以你会去感受到有些酸跟麻 可是因为像这位同学 他是有做过鼻咽癌的治疗 所以可能整体跟像耳朵啊 喉咙啊颈部都有关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问问医生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到实际的状况 比较难以太仔细的去想答 那老师啊 你刚刚有提到持之以恒跟毅力啊 但我只是个烦人耶 我难免会想要休息放空啊 请问该怎么办 老师你都不会想偷懒一下吗 我会啊 就像我现在已经2600多天的静坐 每天要这样静坐一小时 我也都会拖拖拖 比如说我就会 本来假设11点要静坐 像我昨天就拖了到20分钟 我就觉得我赚到了 我就11点20才开始静坐 我就觉得我就是赚到了20分钟 20分钟是属于我的 不过因为我在学运动心理学 其实我们有讲到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的目标都太大了 我们应该就是开始就有点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就是设立很简单很小的目标 这样只要大量重复操作 你就不会觉得很困难 你也就会变得很熟悉 就像小时候我们走 可能小宝宝才刚会走 就觉得一两步很酸很累 但后来走久了 你现在除非真的逛街逛很久 你才会觉得脚很累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说 目标太大会比较难达成 是真的 像我啊就是计划说每个礼拜都要读一本书 但是却往往达不到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沮丧 干脆不要看好了 但是啊如果我每天能够只看一页 或者是两页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 一个月看一本书其实也是一向成功吧 大家也可以试着就是我们不要定太大的目标 就是一点一点的实践它 有一句话说啊 不用很厉害才开始 要先开始才会很厉害 所以你只要持续去做一点一滴的累积 你就会变得很厉害哦 那我们今天的巧鱼家恰恰恰就到这咯 我们下次再见 Namaste 你怎么没说 再一次 我们下次再见 Namaste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还愿意花时间来收听 并陪伴自己练习 别忘了帮我们平分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寻求一些内心平静的时刻 也欢迎你将你的心得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Nam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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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